哎呀,最近这个天气,秋一浓啊 终于转凉了,心情都好了 啊,现在好有秋天的感觉哦 诶,说到秋天,你会想到什么啊? 啊,秋天啊,嗯,枫叶,开始掉落的树叶,蟋蟀 那如果要你用一个东西的项型来表达秋天,你会用什么啊? 你,这是在叫我造字吗? 哎哟,你不要想那么复杂嘛,就选一个图来代表的话,你会选什么啊? 那我选,泼一个凳的叶子好了 那这个就是你的版本的秋了 啊,这么随便的吗? 秋的甲骨纹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耶 秋的甲骨纹长这样,你看,不就是一只虫吗? 还真的嘞 据说啊,这是蟋蟀,因为是秋天常出没的昆虫 所以就直接拿来象形当秋天了 后来也有下面加了火的写法 代表秋天要烧火除害虫 哦,现在的秋也有火字啊,那为什么又变成荷布啊? 因为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啊 到了战国时期,秋就开始变成类似现在的写法了 留下火,用代表穀物的荷取代昆虫的象形 就是说嘛,这样比较合理 这还是要好写才能传播啊 那个蟋蟀,多难画啊,这么传嘛 但是用象形字真的很方便啊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象形字 诶,还是我们也做一套我们之间的象形字来当暗号 以后用来写秘密啊 那个光想就麻烦先不要 猫 猫